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积累了社会威望 国际地位和巨额财富过上了极为优越的生活 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 出师未结身先死 让他的粉丝们很是遗憾 人走了钱没花掉 按照某二人赚演员的观点 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2018年的美国是特朗普当政 他把家族信仰与个人喜好带入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中 推动每一关系 向前走了一大劫 至于方向对不对 那就说不太清楚了 那年美国政府公开认定哈尼亚是恐怖分子 哈尼亚也失去地滞留卡塔尔 不再回声 太阳他的加沙城 从此 他就以哈马斯国际外交代言人的身份四处活动 其外交活动最后停留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家宾馆 以色列的导弹穿过乌云穿过宾馆的防弹玻璃把他给带走了 除了这个最主流的说法 还有人说 以色列人远程引爆了两个月前就安置好的炸弹 甚至有人说 用冷兵器完成任务后引爆炸弹破坏现场 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恐怖袭击爆发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咬牙切齿地说 所有的哈马斯领导人都将成为死人 从那之后的十个月里 哈尼亚东躲西藏实在推不掉的公开活动 也是让保镖把自己团团围在中间 他每天晚上或许会思考自己的结局 就像很多领导武装冲突的政治人物 夜里躺下时也会预测自己的结局一样 他们的结局不外乎五种 被刺杀 流亡他国 下台被反对派折磨 下台被审判后处决 平安落地 不知道哈尼亚有没有猜到自己的结局 虽然谁都不愿意被刺杀 但是相比而言 这种离开方式比较体面 命是没了 但荣誉 地位 人设 头衔全部保留 如同运动员在巅峰时刻退役 并且刺杀手段干脆利落的话 本人毫无痛苦 也没有一句干扰组织后续运转的遗言 嗯 哈尼亚1963年出生在加沙的难民营里 当时局面混乱大家只顾保命 无所谓一个婴儿的出生 以至于哈尼亚自己都说不清楚 他生日是哪天 甚至1963年的出生年份都有争议 18岁那年 哈尼亚进入加沙伊斯兰大学 专业是阿拉伯文 读本科的四年间 他热衷于反以色列的政治运动 还没毕业就偷偷加入穆斯林兄弟会 穆雄会这个组织的故事遍布中东 在每个中东国家的近代史里 都留下了重要章节 那对于该组织的评价 局势军可以浓缩成一句话 中东所有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都源自穆雄会 哈马斯虽然是加沙 这个弹丸之地的地方组织 但是疏离组织关系 从根上给它定性的话 该组织是穆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 1984年 哈尼亚大学毕业 那一年 哈马斯的创始人亚新 被以色列判了14年 刚关进去 罪名大致是他涉嫌策划 大量冲击以色列的暴力活动 亚新是个四肢瘫痪之士 冤博半仁半仙的学者 1984年 他已经加入穆雄会有20年 最危险的人 却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 事情就是这么荒诞 就是如此具有文学性 1985年 残疾人亚新 通过战俘交换给换回了袈裟 14年有期徒刑 他只坚持了一年 但这一年也让他无法释怀 从此变本加厉地反对以色列 并在1987年成立了 伊斯兰抵抗运动 简称哈马斯 24岁的年轻人哈尼亚 是创始人之一 哎 说到这里 局势军忍不住说几句题外话 亚新被以色列判了刑 放出去后创立了哈马斯 哈尼亚被以色列抓进去三次 放出去后做了哈马斯领袖 辛瓦尔涉嫌杀人 被以色列判了20年 期间还帮他治了癌症 放出去后也成了哈马斯领袖 有些国家的政治犯直接处决 有些国家的政治犯要被关一辈子 原因就是以绝后患 以色列做事的逻辑 有时候不好理解 抓进去的人可以放 放了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和伤害 再用更大的成本将他们一个个干掉 过程中可能伤及无辜 然后引来更大的争议和批评 这到底是他们体制的优点还是缺点呢 话说建立了哈马斯后 这些反以色列的人就有了组织 这样很多事就可以放开手去做 在之后的五年里 血气方刚的哈尼亚冲在一线 鼓动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 抗议示威罢工丢石头 袭击以色列车辆 为此五年内 哈尼亚被以色列抓了三次 累计关押时长三年半 1992年他被放出来了 但是放的方式很特殊啊 以色列把他和其他400多哈马斯成员 打包送到黎巴嫩一个无人区 在那里体会开荒种地自谋生路的日子 学名叫做劳教 直到1993年 奥斯路协议签署后 这批人才被允许返回袈裟 进监狱睡大通铺 采缝刃机 这放普通人身上那是耻辱 好多年都抬不起头来 但是对于闹革命搞政治运动的人 那是莫大的光荣 那是金光闪闪的政治资本 只要活着回来 等待他的是鲜花掌声 高官厚禄 荣华富贵 1993年回到加沙后 30岁的哈尼亚声名显赫 直接成了母校伊斯兰大学的校长 4年后成了精神领袖亚欣的办公室主任 具体职位是亚欣的助手兼贴身秘书 所有找亚欣的人都得过他这一关 2004年亚欣外出讲课 刚出清真寺 就被悬停着等待多时的 以色列直升机发射导弹炸死了 41岁的哈尼亚接过权杖 成为哈马斯的实际领袖 嗯 整顿了两年后的2006年 哈尼亚迎来了大丰收 他带着哈马斯参加巴勒斯坦国的议会选举 拿下了最多席位 所以当选巴勒斯坦总理 上台后 他也确实就以总理身份 四处访问拉投资 拉赞助 实现了从业余选手 向职业运动员的华丽转变 然而一年后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撤了哈尼亚的总理职位 原因是 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经常持卸斗殴 具体情况是 哈马斯想用武力把法塔赫赶走自己独占加沙 当然 这个目标哈尼亚也实现了 尽管哈尼亚一直是哈马斯的实际控制者 但是 直到2017年 他才当选哈马斯政治局的主席 这意味着 他在理论和实际上 都成了哈马斯的最高领导者 实现了军事和党政一把抓 爬上权力巅峰后 为了个人安危和政治前途考虑 哈尼亚毅然离开加沙 把哈马斯的具体业务留给另一个人 叶海亚辛瓦尔也就是2023年10月7日 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实际策划者 跟辛瓦尔相比 哈尼亚显得温和 所以 他的支持者们给他立了温和派人设 但是这种温和是相对的 比起辛瓦尔他确实温和 但要跟普通人相比 那哈尼亚跟温和毫无关系 杀人不眨眼 并且杀人不见血 50岁以后的哈尼亚穿西服打领带 不再持枪到一线厮杀 但他懂得如何三言两语 就让巴勒斯坦人冲上前线 抛头卢撒热血成为烈士 离开加沙后的哈尼亚去哪了呢 我们前文提到过 他去了卡塔尔 在自己的豪宅里 接见来宾雕控指挥加沙的团队 卡塔尔王室通过卖油攒了很多钱 通过半岛电视台掌握了舆论话语权 凭借这两项优质资源 卡塔尔王室想在伊斯兰世界有所作为 于是四处砸钱 赞助极端穆斯林组织 包括哈马斯 哈马斯的高层领导 几乎都在卡塔尔买了豪宅 多年来攒下的工资 在卡塔尔投资增值 还能得到卡塔尔的特殊保护 事业 家业 产业样样都有 一个个全是成功人士 按照哈尼亚的言论 他无时无刻不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民 放在心里 但他心里显然还那个 给物质财富腾了一块地方 因为他离世前的总资产 多达40亿美元 哈尼亚赚钱的方法是什么呢 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年份 想必每个人都很好奇 这是此文值得划线的重点 哈尼亚赚钱的路子很多 最显著的是三个 第一是把联合国的援助资金 部分转移到哈马斯账户下 第二是给埃及到加沙的上千条走私 递到收20%的管理费 第三是他们父子 垄断了加沙的房地产业务 和部分日用品供应 在普通人眼里 哈马斯是个极端宗教政治组织 以反对以色列追求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为目标 但是在哈马斯高层眼里 该组织可是个现金流充沛的优质企业 值得为之长期奋斗 埃及艾兹哈尔大学教授 艾哈迈德·卡里玛说过 哈马斯这个组织里 至少有1200名百万富翁 这些富翁的钱 除了在加沙购买别墅 过优越生活外 其他的投资在埃及 叙利亚和卡塔尔等有好国家 如果没有以色列 对加沙这次拆迁式的进攻 这些高层的人生规划是非常完美的 是可进可退的 在位时光荣的闹革命 退休后 回到有产业的国家低调安度晚年 他们的画像会一直挂在 加沙贫民窟的房间里 当地人教导自己的子女 要学习他们勇敢的革命精神 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 嗯 在持续10个月的以哈战争中 哈尼亚的子女和孙子 被以军炸死了60多人 这一定不是哈尼亚想看到的 但是当噩耗传到他面前时 他既不悲伤也不激动 跟听到一名哈马斯士兵阵亡时的反应 没什么区别 表现出一个酒精沙场的革命家 特有的淡定 哈尼亚这辈子真是没白火 他娶过9个老婆 儿子女儿加起来好几十人 繁衍出上百个孙子 这些年他东躲西藏 为巴勒斯坦的革命事业奉献了所有时间 所以跟子女的关系淡薄 这是他不伤心的原因 简单说来 他们之间根本就不熟 也没啥感情 悲从何来呢 他这些子女为何没再战前就逃出袈裟 是事发突然没时间处理 还是哈尼亚根本就没考虑过他们 这恐怕已成世界未解之谜啊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任何针对本期内容的评论和分享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共同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